哈喽,大家好,我是狐仙儿,今天我要讲的是打门藏传心意佛院,今天我带着我的肥婆去心意佛院,心意佛院坐落在霹雳州的打门小镇,远远就瞧见东南亚最高的13层钥匙宝塔,和立于山边的巨型战斧,心意佛院有已故的格力上师于1976年建立,后时13年。 一进门是密宗毗沙门天王才神殿,这是藏传佛教的转经统,顺时钟转动一次就等于诵读了一遍六字真言。 观音菩萨 这应该是裁员天母化线之一的宝圆度母,但我不太确定,如果说错了请留言指证我。 这应该是恒三世佛。 这应该是裁员天母,但也不太确定。 这里有一些汉传的佛像,观宫,寄宫,弥勒佛等等。 这是印度教的像头神,被佛教吸收后称为欢喜天。 密宗天王才神殿在二楼,我带大家上去看看。 在一楼供奉的是莲花生大师。 来到了二楼。 这就是毗沙门天王,也就是佛教四大护法天王中的多门天王,在密宗被视为财神。 下楼前往药师佛塔看看。 是加蒙尼佛。 是加蒙尼佛。 却要是佛塔要通过这天仙尼尼勒佛殿。 是加蒙尼佛。 却要是佛塔要通过这天仙尼尼勒佛殿。 有很多葬传的仙尼像。 这里也有斩金头。 天官迷若佛。 佛教四大护法天王。 佛教四大护法天王。 啊! 终于来到药师宝塔。 药师宝塔全名药师七佛。 万如来大宝塔。 药师佛。 要是宝塔有13层 1至7楼是各种佛像 然后上到8楼 就有11米高的释迦牟尼佛迎接 等一下我带大家上去看看 西方三圣 好 开始上宝塔 继续上去 牵手观音 这里有一尊大型的牵手观音像 继续往上走 这里可以观看鳞鱼山边的战斧 爬楼梯爬到腿软终于来到第8层 看到释迦牟尼佛张开双手欢迎我 皮泪也消出了一大半 好了 本节目就到此为止 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小叮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